玩具分享童年回忆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小步评测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Nurit Toys 这一家公司所生产的KOMMC冲营销铁头或者叫犀牛这一位成员 由于本次评测所使用的玩具是由厂家提供的评测键 所以是没有外包装的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配件服务 那么首先呢这次的配件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不仅是包括了原版本中所有的配件 那么同时呢也引入了这个配件包 就是这个人形填补手臂空洞的这个导弹 那么这点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一点点来看 那么首先呢先来看这两把那个组合大刀 分解型的这个单体小刀 那么可以看到这把小刀呢 它的这个银色上清呢 其实是比原版呢可能要来的亮一点的 那么可能在这个住宿的这个颜色方面 可能会比原版稍微来的那么黄了那么一点 但是其实呢刚才感觉这个配色呢 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实物呢这个银色其实是相当闪亮的 那么非常不错这一点 那么这两把刀呢也是跟原版一样 都是可以插在这个后腿上面的孔洞上面的 那么这个插阀的阻尼感呢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不松不紧 那么刚刚好 也不会使这个面板呢出现白痕的情况 然后呢就是再来看这一对这个火炮吧 那么这个火炮呢也是与原版一样 都拥有一个抽插的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火炮呢也是同样可以搭载在这个腿部的两个空洞上面 那么这边呢这个火炮抽插有那么一点点紧啊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人形 就是组合形态下的这个大脚板 那么组合形态下的大脚板呢也是原版一样 同时呢也把这个可动手呢附送在里面 那么这个可动手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 因为像金宝的话 它的可动手呢 拇指呢是不可动的 那么这一次这个手型呢也是跟这个原版的手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都是一个四指可动 五指可动 每个手指头呢都有这个关节的一个手 那么这个手呢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组合形态的大脚板部分 那么在组合形态大脚板呢 一部连接的是一个大球关节 摇一摇甩一甩呢 这个一体性呢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这个球形关节的紧实程度呢 算是非常棒的 那么不知道在以后 在长期战是个长期把玩的过程中呢 会不会还是像这样子那么耐操 然后呢就是在底部 那么在脚板底部呢也是原版一样 引入了一个脚垫的一个设计 那么有这个东西呢 那么在组合成 组合形态以后呢 那么这个脚板呢就不会向后倾倒 那么对整体的一个站立程度呢 都是有一个不小的帮助 然后呢脚趾呢也是跟原版一样 有一个活动关节 那么脚底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插槽 那么可以安插在这个犀牛身上 那么我们把这个脚板呢给它 安插上去看一下 那么安插方法呢也是跟原版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的 那么只需要像这样进行一个安装 那么原版的这个火炮 进行一个搭载以后呢 这个火矿呢摇一摇甩一甩呢 可能会从这个犀牛本体上面的 进行一个掉落 那么这一款呢 我们呢拿起来摇一摇甩一甩 它呢还是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可能呢对于说底部这两个孔洞呢 可能会插得更加紧实一点 那么再把所有配件都去除以后呢 这边呢就是这一次 犀牛野兽形态下的主体 那么在主体方面呢 我们首先拿起来摇一摇晃一晃的 一体性呢是不用怀疑的 是特别的报道 而且呢是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响声的 那么这一点呢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在重量方面呢 是非常的杂手的 应该是跟原版的 几乎呢是一模一样的重量 那么我们呢首先先来看一下 比较让我惊艳的地方 就是在整体的这一个颜色的处理方面啊 那么都是使用了一个 跟原版一样的一个消光的一个材料 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的 看起来呢比较有档次啊 然后呢就是在身上银色部分 以及在黑色部分啊 这些地方的这些分色以及点缀啊 做的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特别的清楚 那么其实在银色部分的处理呢 是比较亮的 那么可能比原版的来的要更加亮那么一些 那么与脚板呢 与手型的这个银色呢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些分色部分的处理呢 都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细致 几乎呢是没有一个出界的一个情况 大家呢可以像这样子看一下 那么在底部呢 以及在胸口这个黑色部分的涂装呢 甚至让人觉得啊 这是一个分件 不是一个涂装 然后呢就是 另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呢 就是这一次整个玩具的这个关节呢 我呢是把玩了一轮呢 再开始做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关节真的是比处女还紧 真的是玩的 玩的真的是手指头都会酸啊 那么这一次这个关节做的非常紧呢 真的是让我小小的惊讶了那么一下啊 因为像这样子一个新厂家 第一次冒出来做这样子一个KO产品 而且是KO第三方 而且口碑呢还算不错的这个MMC冲营销啊 那么能KO到这样子一个程度呢 就目前来说 个人觉得呢已经是非常的满意了 真的是让我小小的惊讶了一下 那么我们呢先来看一下 这个野兽形态的这个可动性 那么在可动性方面呢 头部呢360度的旋转 以及低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嘴部呢也是可以张开的 那么张开以后呢 内部呢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形大头 那么在犀牛头部的这个分色呢 以及犀牛脚 以及犀牛金色的这个眼睛点缀呢 是非常有神的 那么在这个犀牛脚的部分呢 也是通常是一个消光 那么也是没有一个涂装越界啊 那么在金色部分的处理呢 很有神啊 特别是像在我这样子一个蓬拍的过程中呢 这个眼睛呢会发出这么一点反光 让人感觉特别的有神啊 然后呢就是在身上的这些关节部分了 那么在腿部呢 根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那么与原版呢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呢在球形关节上面呢 也是有一个轴动关节呢 进行一个连接 然后呢在腿部呢 这边呢是一个球关 那么在脚掌部分呢 又是一个球关 所以说腿部呢是一个双唇的球关 那么加上这边的轴动关节 以及这个肩部的这个球形关节呢 这个腿部呢 插开的幅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呢在后腿部分呢 也是与前腿一样 都是底部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连接一个轴动关节 那么像这样子来回的转动呢 可以发现这一次的关节呢 也是比较的紧实的 那么在这个轴动关节部分呢 也是挺紧的 那么在腿部呢 与前腿一样都是后腿呢 是这边根部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那么底部呢 这个脚掌呢 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这个后腿的幅度呢 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大 然后呢就是在腰身的旋转方面啊 有那么一些旋转的空间啊 那么跟这个原版呢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次的变形过程呢 我们就先从变化比较少的 这个组合形象呢 先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我们首先呢 先把脚板呢放到一边 那么先拿起这个犀牛的本体啊 我们呢先进行一个腿部的收纳 那么这次呢 我们就单个的展示 就是一边的收纳就可以的 那么另一边呢 都是一样的一个处理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小腿呢 进行一个二次旋转 那么脚掌呢 再进行一次旋转 然后呢 把脚掌底部的这一个凹陷呢 与这个黑色 这个黑色分件 内部的一个凸起呢 进行一个咬合 那么咬合好以后呢 这个脚底板呢 还是比较牢固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上肢的一个收纳 上肢的收纳呢 我们先把这边呢 进行一个翻起 那么整体的这个变形过程呢 都是跟MMC的这个原版呢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把这个 扑起呢 进行一个按插 然后呢 再把这个 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呢 向上翻起 然后这个前腿呢 也是跟后面的这个小腿一样 进行一个二次的旋转 我们旋转好以后呢 再将这个脚掌顶部的这个凸起呢 与这个黄色部分呢 进行一个咬合 那么像这样子呢 这个收纳 与和前腿下的这个犀牛呢 整体的这个一体性呢 是不用怀疑的 都是非常的棒啊 那么这个脚底的这个球形关节呢 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啊 包括在这个脚掌后面的这一个 一个脚垫的一个设计呢 它呢也是同样KO了出来 那么这里呢 还是不错的 那么在脚趾的可动性方面呢 也是照样的依旧 那么在整个的球形关节啊 这么甩一甩 用力的甩 很用力的甩呢 它呢还是纹丝不动 所以说这个支持率呢是很棒的 那么不知道在组合好以后呢 会怎么样 那么这边呢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那么在这条缝呢 会比较的明显 那么我联系了一下厂家 那么厂家呢说 在这条缝方面呢 那么以后呢 还是会做一些改进的 那么尽量呢 在出厂之前呢 你做到最好 那么出厂以后呢 是不会出现这样子一个缝隙的情况 那么还是希望 不要有这个缝隙啊 那么这个缝隙其实呢 还是比较碍眼的 然后另一个要说明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白色面板的 这一个凸起啊 就是在这个咬合 在这个黑色部件的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容易出现白痕的 那么厂家呢 也给了我一个解释 他说呢 是这边 因为这整一支是评测件 并不是这个大货 所以呢 他呢 是有一些试魔剑在里面的 所以像这个地方呢 他呢 是角度没有做好 所以呢 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个白痕 不过整体把玩前呢 影响不大 对我来说呢 已经满足了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提的一点呢 就是在后面这个组合位点的 这个番出啊 特别的紧 就是说 搬到这里以后呢 上面就特别的紧了啊 然后呢 使得我不得不借助一个小工具呢 进行一个番出 那么这个组合位点呢 也是根据这个MM MMC这个原版的组合位点呢 来进行一个制作的 那么就是不知道 在组合好以后 这个关节的支持率度如何 也不知道啊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肯定 这个组合位点 能不能跟MMC原版的东西呢 进行一个连接 那么这样子呢 这边呢 就是这个组合形态的 这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呢 在把这个组合形态 大胶板拆除以后呢 再把这个组合形态 变成一个人形 那么我们首先呢 还是先从头部呢 开始然后呢把这个人脸啊 给它翻出来 那么空间的比较的小啊 那么翻出来以后呢 这个人脸呢 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人脸的刻画呢 是非常细致的 那么涂装部分呢 也是不错 特别是这个眼睛部分的金树红啊 特别有 使这个人物特别的这个生动啊 感觉特别有神 然后呢 我们再来变一下它的这个手部吧 我们先把这边呢 进行一个抬起 那么跟刚刚一样 就是只展示一边 那么另一边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镜像 然后把这边呢 给它向上翻起 向这 那么把这边的结合好以后呢 我们呢 再把这个手部啊 向下翻 然后呢 把这边呢 给它往外翻 然后呢 把这边呢 进行一个结合 把这个牛蹄子给它扣上 那么扣上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的这个手部呢 进行一个翻出 那么像这样子 这个胳膊呢 就变形完成了 变形过程呢 也是与MMC原版呢 是一模一样的 哎呀 这句话重复的 我真的是头疼了啊 然后呢 把这个腿部呢 先翻转开来 腾出一些空间 然后呢 把后面的这个脚掌部分呢 向前翻 然后呢 再把整条小腿呢 与另一条小腿呢 给它打开 然后呢 向下翻 那么翻起的同时呢 这边膝盖呢 要给它顶起 然后呢 再把这边呢 给它向下挫 那么挫好以后呢 那么这个脚板呢 也是一个 比较 MMC 这边要讲一下 MMC这个 本来的设计呢 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脚板呢 经过这个空隙的 这样子一个翻转啊 这里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第一次把玩的时候呢 还是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 还是差一点呢 给它 还不知道怎么变啊 然后呢 这边呢 给它翻转好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野牛蹄子啊 也不是野牛蹄子 是犀牛蹄子 激动的真的是 连野牛犀牛都翻不清了 现在蹄子呢 往这边扣 那么这个脚步呢 也是不需要进行一个多一步的翻转了 然后呢 把这边呢 也是像这样进行一个 把这个大腿的这个加速关节呢 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把腰伸呢 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 然后呢 再把这个类似于群甲的这个MMC 这个标志性的这个腰带啊 给它呢 向两边翻好 那么像这样子的话 把整个的这个人形呢 就变形完成了 展示了它所有的这个武器装备的样子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组合型的大脚板呢 也变成了一个额外的一个火力加成 一个火炮 锯炮啊 一个锯炮呢 挂在背后啊 然后呢 这个锯炮呢 也是可以取下 然后呢 两边呢 也是与MMC原版一样 都是有一个凸起 可以进行一个双手握持锯炮的一个造型的 那么这点呢 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形的这一个一体性 以及可动性吧 那么我们拿起来摇一摇 晃一晃的 基本的是不会出现一个 有零件掉落的一个情况的 把这个脚板呢 放到一边啊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身上的这些可动性部分呢 那么其实呢 这边要事先说明一下 那么在这个胯部的前后关节啊 这个齿轮关节声音是 不像 不像这一边 是声音是很清脆的 不像这边声音这么清脆 那么像这边呢 声音呢 是比较小的 它呢 其实是有声音的 那么也联系厂家 厂家跟我说呢 说这个地方呢 它呢 是平整件的关系 没有调整好 那么在大货部分呢 那么这边的齿轮关节呢 是会有声音的应该 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紧实程度方面呢 几乎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可动性方面呢 头部呢 360度的旋转 没有问题 那么手部的平举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幅度吧 然后手部呢 手肘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那么平举范围呢 大概呢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就是在配件包这个部分 那么这边呢 是引入了这一个 后续的一个配件包 那么这边呢 是跟随每一个产品呢 附送的一个填补空洞用的 一个配件包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手肘部分呢 有一个向内的幅度 那么是变形的需要 然后呢 在手腕部方面呢 也有一个360度的一个旋转 那么手掌呢 是不可动的 然后呢 在腰部的这两个裙甲方面呢 是MMC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啊 两个齿轮呢 是可以互相转动的 可以呢 进行一个调节 然后呢 在腿部部分呢 向前大概是这样子的 向后呢 是也是差不多 那么可动性呢 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膝盖关节呢 去肿呢 是一个正好90度的一个范围 那么另一边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平举部分呢 因为这个大腿啊 因为这个大腿啊 因为这个大腿 MMC这个大腿呢 它呢 是有一个加粗的一个零件 所以呢 这个平举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幅度 但是呢 这个幅度 可动性呢 虽然说 都是有限制的 但是呢 这一点可动性呢 对于把玩来说呢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对于摆一些帅气的pose来说呢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问题 那么这款玩具呢 其实把玩到现在 跟这个视频 大家能跟我一起玩到现在了 大家呢 可以发现其实这款玩具吧 其实是可以说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那么作为一款 一个新厂家 冒出来做这个KO产品呢 能做到这样子一个水准呢 前面没有经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KO对面性金刚 那么第一次能做成这样的 真的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么 有的人呢 可能是不喜欢KO这两个字啊 可能觉得说 冒犯了他们的版权啊 或者说是 破坏他们心中的偶像啊 对吧 他们心中的偶像不就MMC吗 其实呢 这一点呢 我们抛去玩具来说 对目前这款玩具来说呢 我们抛去他KO不KO的这个观点来说 其实这款玩具呢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玩具的做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他做的已经现在 就评测键 而且并会并非一个 话又不会说 就并非一个大获标准的 这样子一个评测键啊 他能做到这样子一个程度呢 已经可以说 已经不输于MMC什么了 但是呢 也有人会说像这个KO产品呢 他呢 没有自己的设计 他呢只是在抄袭别人 翻别人的版而已 但是呢 其实KO呢 在目前这样子一个变形金刚市场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存在的必要的 那么现在官方贵 那么第三方呢 更贵 那么 动不动玩具就是大几百大几千的 那么虽然说这个MT的这个KO充营销呢 也不是太便宜 但是 个人觉得吧 这款玩具呢 已经是满足了他的这个一百七十块钱的 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值 那么这款玩具到底如何呢 还是要等大家拿到大货以后呢 再做定端 那么我这个评测呢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对于我手上的这一款评测键 做一个详细的评测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那么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那么这个是我第一次做变形金刚视频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